这一次来上海看乐剧之前 其实我才去查了很多相关的资料 因为也是从新龙门课战开始 我才认识了乐剧 那我后来才发现 它原来是我们中国的五大戏曲之一 那它也是发源于江浙一带 其实我对《红楼梦》是 没有到很深入的了解 就是我只知道它一个大纲 然后我也是今天来看到乐剧之后 才知道 它原来里面还有发生这么多 就是很贴近生活的小故事 那这个乐剧真的是 我觉得说原来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是这么的有魅力 而且它是结合现代的一些 比如说我看到的大提琴 这传统的乐剧之一 它是现场表演 它可能是用奥鼓或者是用琵琶 但是这一次我看到的大提琴 它跟西方去做结合之后 它其实是可以推向国际化 让更多不仅是我们中国人 包括外国人也会更接受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构思 我也真的有点shock到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经典对上经典的一个重新的认识 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就是他们的身段 会让你很清楚地感受到 整个人物的一个喜怒哀乐 就是他的情绪 你是非常可以直接感同身受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厉害的 我觉得非常感动 我真的非常感动 我看到你就是泪流在一天 泪流在一天 我们看见他说 在戏曲舞台上 我们常要说我们叫有声接歌 无动步 在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呈现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红楼梦》里面随着剧情的衍生 从甲府的兴衰搭配的这种在舞台上的这种四季的变化 我甚至愿意称之为沉浸式的这么一种体验方式 像你看完乐剧之后 因为你对昆曲也比较有了解 你觉得说这两个之间它有什么相似处或不同之处吗 那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在他们的这个音乐的基础之上 在中国的戏曲音乐里面 乐剧这种这种音乐叫做板腔体 昆曲叫做曲牌体 所以说他们这两种音乐的构成的方式 或者说它留给演员表演的空间的这个尺度是不一样的 那昆曲跟乐剧相同的地方就是 他们同样都是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戏曲的表演的程式 我们既然在俊阳洲 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华丽的舞台 那么在传统的戏曲的舞台其实是更简单的 可能就是一桌二椅主要是看演员 他们如何通过他们的手眼神把布 来展现一个就是更更生动的表演